我吃螺蛳粉 我玩手机 我养小狗 我睡觉 老师来了 不好 我们变 大家都在好好睡觉 奇怪 小贝 你的床怎么这么臭啊 那 那是因为我放屁了 所以才臭 小朋友们 小贝说的是真的吗 不是就发送一一 是就发送二二吧 我办吧 你们既然告诉老师 好吧 其实我刚刚吃螺蛳粉了 没收 被子 我先 小贝 螺蛳粉呢 我的床能力是隐形 我把螺蛳粉隐形了 汪汪 什么声音 熊妹 你竟然在宿舍养宠物 快交出来 老师 我没有 被子 我先 怎么还有一个被子 汪汪 被子 我再先 怎么回事 老师 你轻点 你手里的就是我的小狗 我手里是被子 不是小狗 我的超能力是变形 我把小狗变成了被子 好啊 小贝 熊妹 你们都给我写一千字检讨 我们知道错了 奇怪 大宝怎么不见了 我去找他 我的超能力是顺移 我刚刚和手机直接顺移回家了 老师肯定发现不了 大宝 你的超能力真厉害啊 当然了 有了顺移 我想带什么到学校都可以 好啊 大宝 你也给我写检讨一千字 什么啊 老师 你怎么在这里 黑暗魔王呢 我的超能力就是可以变成别人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还是小雪最乖了 没想到有了超能力 也能被老师发现 还是我的超能力厉害 小雪 你怎么在这儿 你不是在宿舍午睡吗 我的超能力是睡觉就能分身 床上的是我的分身 伙伴们 你们可千万不要发送666 告诉眼镜老师 我怎么在宿舍 我怎么把我放在宿舍 我怎么在宿舍 我怎么没有 你怎么在宿舍